这种一级致癌物 你还在吃吗 它让无数人被迫割脸 沦为了恐怖的怪物 它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 却能安然地躺在零食铺里 常有人说 冰狼配烟赛过神仙 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 再吃几年分头冒烟 2013年的7月 已经被割去舌头 切掉牙床的刘桑果 被检查出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和大脑 它最后在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而它就是一名重度的冰狼爱好者 每天至少要嚼上一包冰狼 在人口不超过700万的岛国 巴布亚 新几内亚 60%的居民都嚼冰狼 口腔癌的并发率高达千分之二 这是个什么概念 整个国家约有14000人患口腔癌 每年因为口腔癌而死的人 就超过了3000人 而这些还没有包括各种因冰狼导致的口腔疾病 10年的时间 中国就成为了口腔癌的高发地区 蹭蹭蹭的长了20倍 至少6000万人因为嚼冰狼引发了各种口腔疾病 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 66%的咀嚼冰狼者都有口腔粘膜病变 这种病变就是口腔癌的前兆 湖南是口腔癌的高发地区 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的30% 这是因为很多湖南人都是冰狼的重度爱好者 超过40%的青年都长期嚼冰狼 逢年过节冰狼更是必备的重要零食 而且还诞生了各种吃法 夹葡萄干的 夹枸杞的 夹饱猪的 甚至还有火焰冰狼 石灰冰狼 吃出了各种新鲜的花样 然而冰狼早在2004年就被世卫组织列为了一级致癌物 但是各种广告却明目张胆地宣传 很多人说我嚼了一辈子的冰狼也没有口腔癌啊 那今天我们就用医学家的研究告诉你 冰狼为什么会致癌 切掉牙床割掉舌头 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 口腔癌是直接的原因 但是冰狼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十个口腔癌 九个叫冰狼 这是台湾宣传冰狼有害的标语 但是很多人还不相信冰狼会致癌 那么所长今天就告诉你 冰狼到底是怎么致癌的呢 首先很多用煤炭土法熏制的冰狼 会导致塞氧化氧生的含量增加15倍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皮霜 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节约成本 正在让你吃毒药 那是不是现代工业制作就安全了呢 其实也同样会致癌 咀嚼冰狼的过程中 会产生亚硝激化合物 冰狼碱等致癌物 其次冰狼角度多了 会造成机械性的口腔创伤 导致口腔粘膜纤维化 这种口腔粘膜纤维化 就是癌变的前兆 因为口腔细胞受到损坏后 就会有新的细胞试图填补 损伤越多 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 DNA复制出现的错误的概率就越大 就越容易发生癌变 抽烟和雾霾容易引发肺癌 也是因为微小颗粒损坏了肺部的细胞 第三 冰狼会破坏口腔的微生物平衡 冰狼里面有很多化学物质 会杀死有益的细菌 影响口腔的健康 第四 冰狼的化合物能够引起复杂的炎症 刺激癌细胞的病变和繁殖 同时它还能引起局部缺氧反应 刺激血管增生 增加癌变细胞转移的概率 那为什么冰狼危害这么大 却没有被禁止呢 这就要说它的成瘾机制 以及背后的产业链了 前面我们说到的冰狼是一级致癌物 在印度等更多国家 都贴上了明确的有害标签 很多人应该很好奇 为什么不直接禁止呢 首先它和香烟一样 都有成瘾的机制 因此也被称之为软性毒品 冰狼里面的冰狼碱 能够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 所以吃的时候 有飘飘欲鲜的感觉 和尼古丁大致相同 能够提神消除疲劳 总之就是越吃越爽 但凡能让人快乐的东西 都能上瘾 甚至电击这种诡异的快感 都能让老鼠上瘾 1954年科学家匹特米尔纳 和詹姆斯·奥尔兹发现 在老鼠的大脑里面植入电击 发现在刺激福格河区域时 老鼠宁可不吃不喝 冒着被电击的痛苦 也要来触发操纵感 来给自己的脑部受电击 最后被活活电死 这就是因为电击这个区域 能产生多巴胺 很多人嘴巴烂了 都忍不住要嚼槟榔 他们和这只老鼠 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而之所以全世界都没有明确的禁止槟榔 一是因为不经常吃的话 确实没有太多的危害 但是能够上瘾的东西 一旦吃了就很难不经常吃 而且它背后还设计了一个 千亿级的产业 提供了无数的岗位和经济效益 不禁烟也是同样的道理 关于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英剧的片段 感受一下 21经济网曾经有报道 在接近300亿元的槟榔市场 湖南一个省的槟榔消费规模 就撑起了半边天 2018年 湖南省的槟榔总产值 一月超过了500亿元 所以新闻说 千亿规模可期 并不是他们胯下的海口 普通槟榔的成本也就3到10块钱 但是转手就能卖到20到50亿包 这样的暴力 谁不心动呢 只不过和我之前关于幸存者偏差说的一样 那些因为槟榔患上口腔癌的人 他们已经是死人了 不会说话 媒体也很少会报道 所以大家没什么危机感 我们做这个视频 只是想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槟榔的危害 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看一看 说不定你无意中会救人一命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下期视频 再见